南开科技大学人才积极 目前在学比名神引力的图像设计家 参与副校长林正敏教授开设的数位工艺设计课程 学习程式设计以及AI智慧 更利用课程所学的程式设计NFT像素头像 一举打响了名号 副校长的课程刚好是有相关的 然后就自己还算蛮有兴趣的 然后就比较认真学习 然后认真学习他最宽 然后副校长看到就是觉得我做得还不错 所以就邀请我加入好物联盟 一起帮他进行这套作品的设计 教他们用数位的技术来做一些文创的商品 那忽然之间我就发现说 这位同学他很有艺术的天分 而且他在城市的逻辑上也表现得不错 他可以给我给他的一个作业 他可以很快速的去把它产生 透过他的自己的天分 艺术的天分 然后可以组合 透过城市的一个组合 可以组合出不同的图 那这项技术 我们就称作NFT的技术了 利用城市制作出独一无二的NFT图像 作品令副校长林正敏相当惊艳 于是网罗神隐匿同学担任科技部产学小联盟 南投农村好物推广计划的兼任研究助理 为联盟会员打造专属的NFT图像作品 说人物的地方可以不用这么局限于 一定要是什么农夫要穿什么衣服之类的 所以我是主要放在地面的设计师 拿来区分他的行业 然后服装的部分就比较开放一点 就是像是 有些头发可能觉得他是男生或是女生 但是其实我这个角色的长相 他并不局限于到底是男还是女生 就是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现在的一种趋势吧 这样来设计 然后其中一个部件是口罩 也是配合了一下实事在制作的 这些的配件把它做一个组合 那这个整个组合其实我算过 也可以到几百万张的一个图片的组合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可以让不同的会员之间 可以去选择他专属他想要的东西 那每个会员都有一个唯一性 那神引力同学也把那个稀有性把它考虑进去 那我们就可以做出不同的一个价值 经过一学期的努力 神引力完成了100个NFT图像设计 校方选择在仁爱乡明南民宿进行发表 民宿业者也是神引力的祖父游民障 看到孙女杰出的表现连连称赞 也相当喜爱孙女为民宿以及饭店设计的图像作品 很多事情都没有告诉她 她自己就会想出来 尤其她这个画画 她在百忙之中 她在用空档的时候 她就会去思考 去什么去创作 什么去创育 她也不想说创育这种东西是那么夯的 她也是无形中自己是自然的去发展 因为她创作出来的时候 很适合这种 因为饭店里面是吃的 因为她就会想到说吃的应该是要用哪些图片给它展现出来 那么民宿这边就用民宿的花花草草这些东西就给它展示出来 所以这个图案它也有男的女的 给它不同的分开 所以它也不会说重复放在一起 南投农村好物推广联盟 结合了南投市农工商众多的产业 以会员制的方式进行大学与场域之间的合作 这次透过神以利的设计作品 让会员们都有属于自己专属的图像 在自我行销之际 也扣紧了未来元宇宙的商机 记者张东人 仁爱乡采访报道